今天,我们要聚焦讨论的是一个颇具普遍性的健康话题,脂肪肝。 许多人可能误以为,脂肪肝是那些长期沉浸在油腻食品或大鱼大肉中的, 吃货们才需担忧的问题,但现实却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。 有这样一位60岁的家庭主妇,她体型适中, 平日里对养生颇为重视,经常选择将地瓜。 南瓜和山药放入电锅中清蒸,作为早餐,午餐甚至下午茶的点心, 她坚信这样的饮食习惯既简单又健康。 然而,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后,她竟被诊断出患有重度脂肪肝。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惊,也让我们对健康饮食的认识产生了深刻的反思。 脂肪肝,这一看似特定于肥胖者的疾病, 实则可能悄无声息地影响每一个人, 特别是那些自诩为健康饮食者的群体。 今天,我们不仅要深入解析脂肪肝的本质, 更要探讨其成因和潜在危害, 从而共同寻找避免和消除脂肪肝的有效方法, 确保我们自身不会成为这一疾病的受害者。 脂肪肝的形成,究其根源, 主要是由于脂肪生产过剩或代谢速度不足, 导致脂肪在肝脏内堆积,形成所谓的脂肪黄肝。 其中,两大主要原因不容忽视, 一是过量饮酒,酒精会直接导致肝脏脂肪增加, 形成酒精性脂肪肝。 二是与饮食、生活习惯等密切相关的非酒精性脂肪肝, 如肥胖、高血压、高血脂, 控制不佳的糖尿病,以及高糖饮料、 高脂肪食物的过度摄入, 长时间久坐、缺乏运动、熬夜等不良习惯, 都可能促进体重增加, 进而诱发脂肪肝。 那位看似健康饮食的妇人, 为何仍会患上脂肪肝? 原因在于, 她的饮食习惯其实存在问题。 营养专家指出, 地瓜、南瓜、山药等虽为健康食材, 但过度摄入其中的淀粉会转化为三酸甘油脂, 存储在脂肪细胞中。 一旦这些脂肪堆积在肝脏, 便容易形成脂肪肝。 脂肪肝,就像肝脏的异常悄然增肥, 当肝脏内脂肪堆积超过肝脏总重量的5%, 便会形成脂肪肝。 重度脂肪肝患者的肝脏脂肪重量 甚至可能超过肝脏总重量的30%。 大部分脂肪肝肝患者初期并无明显症状, 难以察觉其对身体的潜在影响。 然而,一旦脂肪堆积过多, 肝脏的解毒功能将受到严重影响, 毒素无法正常代谢, 长期忽视, 可能导致永久性肝脏损伤, 甚至演变为肝硬化, 肝癌等严重疾病, 在病情严重阶段, 还可能引发黄胆, 四肢或腹部水肿等症状。 实际上, 约有10%至20%的人群患有脂肪肝, 只是因为未出现明显的发炎 或肝脏受损症状而未被察觉。 在亚洲, 每1000个脂肪肝患者中, 每年约有5, 3名患者因脂肪肝相关疾病而死亡。 这足以说明脂肪肝的严重性。 那么, 当被诊断出脂肪肝后, 我们该如何应对呢? 尽管目前没有直接针对脂肪肝的特效药物, 但通过良好的作息习惯, 健康的饮食和规律的运动, 我们仍然可以有效地逆转脂肪肝。 首先, 让我们探讨消除脂肪肝的第一个关键方法, 减重, 体重管理对脂肪肝患者而言至关重要。 研究表明, 体重减轻5%即可显著改善脂肪肝症状。 减轻7%的体重则能降低脂肪肝指数。 若体重能减轻10%, 更有可能显著改善脂肪肝的状况。 但需注意, 减重过程应循序渐进, 避免快速减重带来的反效果。 台湾台大医院的苏东宏医生提醒我们, 以半年内减轻原体重的10%为原则, 是更为安全和有效的减重方法。 接下来, 第二个方法是规律运动。 现代生活节奏快, 很多人缺乏运动, 但规律的运动对减少肝脏脂肪堆积大有必益, 中等强度的运动, 如快步走, 游泳或其自行车, 都是有效的选择。 运动不仅能消耗热量帮助减重, 还能提高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, 减少细胞发炎和自由基的产生。 最后, 我们谈谈调整饮食。 现代人的饮食习惯往往偏向油腻和高热量, 这对肝脏健康不利。 为了改善脂肪肝, 我们应多摄取蛋白质, 食物纤维, 同时控制热量和糖分的摄入, 尽量避免食用高油高糖食物及加工食品。 良好的饮食习惯不仅有助于减轻体重, 还能显著降低脂肪肝的风险。 对于不同原因引起的脂肪肝, 我们应采取不同的饮食策略。 如果是酒精引起的脂肪肝, 首要任务就是戒酒。 而因肥胖, 高脂肪, 高糖饮食及其他不健康饮食习惯导致的脂肪肝, 我们则需要调整饮食结构。 以下是一些适合脂肪肝患者的食材建议, 将它们纳入日常饮食, 有助于改善脂肪肝状况。 首先, 我们应当着重摄取新鲜蔬菜。 新鲜蔬菜富含维生素和纤维质, 能够显著提升体内的抗氧化能力, 特别是深绿色和黄绿色蔬菜, 如青花菜和菠菜, 它们富含维生素B群和植化素。 这些成分有助于加速肝脏代谢, 减少自由基对肝脏的损害, 缓解肝脏炎症, 进而预防慢性肝病的发展。 其次, 补充低脂蛋白食物对于肝脏健康至关重要。 这类食物, 如豆制品、 鲦鱼、 血鱼、 鲾鱼、 比目鱼等白肉, 是低脂肪蛋白质的优质来源, 它们有助于肝脏更有效地排出脂肪, 减轻肝脏在代谢脂肪时的负担。 第三, 富含新的食材同样值得推荐, 新是肝脏解毒和代谢的关键营养素, 同时也有助于伤口修复和肝细胞的再生。 比如隔离, 就是新的优质食物来源之一。 接下来, 维生素B群对肝脏健康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, 它能够加速肝脏的新陈代谢和排毒功能。 全谷物, 低精致淀粉类食物如糙米, 胚芽米, 黑米, 荞麦面等都保留了丰富的维生素B群。 此外, 全麦馒头, 吐司, 马铃薯, 地瓜, 山药, 芋头, 莲藕, 玉米, 莲子等食材也富含维生素B群, 但请注意, 虽然淀粉类食物含有一定的维生素B群, 但摄入食应适量控制。 最后, 高欠低卡的食材同样对肝脏健康有益, 海藻类食物如群带菜, 昆布等, 不仅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, 还具有抑制脂肪和胆固醇堆积的功效。 这些食材是健康饮食的理想选择。 健康无疑是我们生活中最宝贵的财富之一, 对于脂肪肝患者来说, 合理搭配这五种食材, 无疑是对肝脏健康的一份重要保障。 但请记住, 任何食物都不宜过量摄入, 尤其是淀粉类食物。 此外, 减轻体重对改善脂肪肝具有显著效果。 因此, 我们还应注重控制总体热量摄入。 通过选择健康的食材和合理的生活方式, 我们可以为肝脏健康保驾护航。 好了, 我们今天的脂肪肝的话题就先聊到这里了。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,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